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上手 他的客户都是他的贵人 都给他带来偏财 通通送钱给他 你一定要学会怎么样投资赚钱 投资赚钱之后 你要能够把钱保得住 如果你保不住 你就必须寻找替代方案 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紫威斗树讲座 今天跟各位分享 因为这个时代 钱能够住人 如果你没有钱 你就万万不能 怎样才能够从命盘中找到尽财的管道 是我们学命理非常重要的课题 而尽财的管道首先第一步 你要弄清楚 你那个星躺在那里都没有用 所以一定要掌握主星的化路 化路代表什么 化路代表 炎炎不断 一笔接一笔像 昨天喝酒的那位对象 今天就探测一下 化钱是化路的仪器 所以就像上班族一个月到了哪一笔钱 叫做化钱 化科是什么 化科就是过得气 有饭吃而已 那么化剂就非常的两极化了 化剂属于低收入者 赚钱很难 过日子很辛苦 化剂 但是不要忘了 化剂如果可以应用替代方案 或者是你采用 让化剂产生责任 产生承担 大老板隔级很多都是化剂的 为什么 因为他一化剂之后他跟银行贷款 所有的钱都来自银行 投资 转投资 用银行的钱赚钱 最后成者为王 败为寇 好来 我们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 明白了钱财怎么来的 要看化路前科技之外 最重要的现在这个社会 看护母工 护母工是非常好的进财管道 第一个 如果你是官二代 你是富二代 你是有钱人家的小孩 你也不用来看命盘了 因为你的父母每个月就给你了 爱多少给多少 这叫做护母工的进财管道 你的护职辈 你的护母辈 你一伸手就有钱 你不用伸手 他也给你钱 这就是护母工 不用算 一般的人一定要掌握护母工 注意 护母工是交友工的财博位 交友工代表什么 记住 朋友会投资你钱财 长官投资你钱财 你的上手 你的上司 譬如说有总店的 有联手店的 你去联手店下面开一个加盟店 那联手店会给你钱财 也補钱给你贪 这个叫做长官 叫上司上游 最重要一般的人做业务的就是客户会送钱给你 因此护母工化入进入你命工 哪些工位就是你最佳的赚钱管道 第一个 护母工如果化入进入命财官 有钱 你可以赚到这方面的钱 护母工化入进入兄弟工 兄弟工就是什么 兄弟工是田宅位的财博位 也就是说你的家庭生活会很富裕 开店的最重要 如果你开一家店 你的护母工化入进入你的兄弟工 表征你这个店面 资金周转金很丰富 就是客户给你送钱来 护母工化入进入饥饿宫也很好 为什么 你赚的钱朋友投资在你身上 网红最好 抖内的你只要往那边摆两摆 抖内的就会给你抖一堆钱给你 叫做护母工化入入饥饿宫 投资在你的身体 或者你自己赚的钱 花在自己身体上面 买名牌穿名牌 这个叫护母化入进入饥饿宫 护母化入进入田宅宫最好 一赚的钱通通放在银行 一赚的钱通通存起来 好掌握这几个原则最重要 接着我们来用一个案例跟各位分析 注意听我脑筋转起来 从本命转到大线 来注意看这张案例 这张案例的本盘 就是本命盘 他的护母工工干是物干 物干贪婪化入进入命宫 化贪婪是一个大桃花星 偏财星贵人星 他的交友他的朋友他的长官他的上手 他的客户都是他的贵人 都给他带来偏财 通通送钱给他 因为化入进入命宫 这种命多好 接着我们看哪个大线开始赚大钱 35到44岁 他的本户贪婪化入进入他的大线的田宅宫 开始投资 开公司开很大 大户大线的父母工 乙干天机化入进入本籍 每个人都投资他的身体 只要他走到哪里 一募集资金到处人都拿钱出来 接着看大线的45到54岁 本命的父母工贪婪化入进入大线的管路工 投资他的事业 分店越开越多 分工事业开越多 大线的父母工假干 连针化入又进入本盘的命宫 你看他开始做这种 连针是电商是静态的 还有精神层面的 他连心灵讲座都开起来 接着看大线的55到64岁 大线的父母工乙干天机化入又进入本命的疾恶宫 这时候就比较弱了 大线的65到74岁 大线的父母工假干连针化入又进入本命 大线的75到84岁 大户的回甘贪囊化迹进入本命 因此我告诉他74岁以后这个大线 一定要把所有的财产都转移 他非常的相信 所以他在去年跟财务长开过会之后 整个完成信托 这个就是懂命理多么的重要 再介绍一个非常简单的案例 他就两个大线赚了很多钱 但是他不听我的话 后来钱全部都没有了 这个案例也是一样注意看他的父母工 父母工化入进入官入宫 他的上司 他的朋友 他的上手 他的客户 他的好朋友都会投资他的事业 没错 的确是这样 来我们看 那么他的本盘 父母工的工干是人干 人干是天良化入进入官入宫 表示天良是馈赠 天良不是财星 是照顾别人 所以他可以拿钱去投资别人 因此而赚利息 或者赚投资财 这个是天良 非常重要 他最发的时候是43到52岁 这个大线 本盘的父母工 人干 天良化入进入他的大线官入宫 大线的父母工 更干 太阳化入进入本命 所以他这个大线 兼做生意投资 种种赚了很多的钱 走到了大线 53到62岁 大线的父母工 挤干 五起化入进入本胸 这十年 家庭生活会非常的富足 投资的东西一直的进钱进来 可是让他进入大线63岁以后 就走下坡了 我当时就告诉他 他的钱财必须要转移 但是他不转移 最后这个钱财通通没有了 几千万就这样泡汤了 所以告诉各位 你一定要协会 怎么样投资赚钱 投资赚钱之后 你要能够把钱保得住 如果你保不住 你就必须寻找替代方案 这就是我们学习命理 最重要的价值在这里 如果你自己对钱财 不够精细 可以加入一支花会员 我会详细地帮你规划 你的进财管道 你该做什么行业 如果你觉得批命 以后要自己学 你也可以买YT上面的课程 你买一套课程 一个月 你就可以完全地协会 有关的进财的管道 祝各位 谢谢